记者王万人台北报道 你们怎么还抓得到20岁张姓男子等16名男女昨天清晨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内一间旅馆举办毒趴 被警方群现查获 张贤还遂遂念抱怨旅馆有暗房可以躲避查器 怎么还会被抓 警方在现场找到多种毒品将张贤等16人全部送办 警方表示张男等16名都市八年级生 昨天到台北市林森北路一间旅馆举办毒趴 警方接获现报 持搜索票前往查器 在其中一间包厢内找到张等人 当时张等人所在的包厢内散发毒品似逼恶臭 桌上还摆放吸毒用的K盘 警方更在包厢内查获多包 参有毒品安非他命及K他命毒品的奶茶包K他命粉末 伊利棉及安非他命吸食器等 张告诉警方 他听朋友介绍 声称这间旅馆有提供暗房可以躲避警方查器 才与友人相约来开毒趴 店家提供装有电子摇头音乐的USB给客人住 请警方除江张等人以毒品最嫌送办 往后也将针对 往后也将针对该间旅馆实施高强度零减 烧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 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